见到白燕和不灭之火犹豫 萧嫣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目光打量着四周 不过 却并没有再看见黑影 不见了吗 萧嫣眼神微眯 但萧嫣并不觉得 自己那一击能够杀死黑影 因为萧嫣看到的画面告诉她 黑影的身份比她想象中还要恐怖 已经达到了萧嫣无法理解的那个层次 虽然无法确定 黑影是否来自于其他借口 萧嫣也并不能确定 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是真是假 但直觉告诉萧嫣 黑影并没有被她消灭 那黑影已经放弃击杀萧嫣了吗 亦或者说 黑影一开始就并没有想要杀死萧嫣 如果黑影想杀萧嫣 恐怕萧嫣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地 那她选择攻击萧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令萧嫣感到十分不解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黑影没办法杀死萧嫣 或者是 有一股力量在压制着黑影 因为萧嫣三个火焰之心所凝聚的佛怒火莲 足以拥有毁掉这个秘藏的力量 但此刻 周遭爆炸过的痕迹 微乎其微 萧嫣也的确感受到了 佛怒火莲爆开的一瞬 有一股力量将他们笼罩 之所以这十万人能够存活下来 也是这股力量的参与 否则 连萧嫣都会被烧成灰烬的力量 这十万人又如何扛得住呢 萧嫣没有再继续询问 而是直接就地盘坐了下来 此刻 她的体内空空如也 丹田之处 所有的元气全部进尸 萧嫣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补充自己 但 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恢复元气 这对萧嫣来说 将是一次提升实力的绝佳机会 虽然拥有实觉妖言后 实力能够提升两个大境界 但萧嫣明白 这样的大境界 其实是虚幻的 也就是说 它本身只是一种增幅效果 而本身真正的实力 是无可替代的 实觉妖言的能力 只能说在战斗之中 的确属于一个相当恐怖的存在 毕竟能够平添两个境界的实力 只是不知 若继续再往上 可否还有同样恐怖的增幅效果呢 这一点 萧嫣没有去思考 毕竟 自己本身真正所拥有的实力 才是提升的关键 过于的依赖增幅 一旦遭遇真正强大战斗的时候 缺点就会彻底暴露 必如何黑影一战 即便萧嫣实力提升到了六星斗神巅峰 拥有一千九百万的元气底韵 但萧嫣拥有绝对元气底韵的时候 又真正发挥出了六星斗神巅峰所具备的实力吗 答案只有萧嫣自己清楚 过多的元气和不符本身实力的境界 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捉襟见肘 捕人还行 但遇到真正的六星斗神巅峰 战斗起来 双方的差距瞬间就会被拉开 因此萧嫣在没有实觉妖言的情况下 他本身的实力 依旧是四星斗神中期 元气底韵也依旧只有四十四万 距离四星斗神后期 还差六万的元气底韵 而当萧嫣盘坐下来的时候 四周的元气 则是疯狂地朝着萧嫣奔扭而来 此时的萧嫣瞬间就化作了一个吸收元气的黑洞 丹田之中空空如也的星辰海 还是疯狂地吐纳神之元气 以这里的底蕴 完全能够供给萧嫣的修炼 当然 若是不够 还有这十万人可以作为炉顶 毕竟萧嫣没有真正的陨落 他们身上不灭之火的伙伴 也一直存在 只要萧嫣心念一动 这十万人的元气 也依旧可以被萧嫣汲取 只不过 周遭涌来的神之元气的浓郁程度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萧嫣的吸收速度 大可不必去汲取这十万人的元气 来供给修炼 十万 二十万 萧嫣体内空空如也的星辰海 只是短短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便是星光璀璨 星辰凝聚的速度 令人感到头皮发麻 而在一炷香后 萧嫣体内的元气 赫然来到了四十万 而这样的提升并没有停止 营炼依旧在继续 一直来到了四十四万 这原本是萧嫣的峰值 但似乎在此时却并不是了 元气海来到了四十五万 片刻后 也一直是以爆发的增长速度 萧嫣丹田之术的元气海 赫然间便是达到了五十万 萧嫣的实力 也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来到了四星斗神后期 这就是涅槃重生的后劲吗 别说 有些上头 萧嫣露出微笑 这种修炼提升的状态 仍是前所未有的好 无数的元气涌入体内之时 异常精纯不说 且瞬间就凝聚成了星辰 达到五十万后的星辰海 似乎并没有任何停止提升的迹象 只不过 随着数量的提升 凝联的速度开始逐渐变慢下来 但这样的速度 依旧十分惊人了 半月之后 萧嫣体内依旧嗡嗡作响 四周的元气 还在被他不断疯狂地吸纳 而此时 他体内的星辰海 已然来到了七十万 距离达到四星斗神巅峰 仅仅只差最后五万 从这种提升的速度和状态看来 突破到四星斗神巅峰 必然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前提是 萧嫣此刻的状态 无人来打扰他才行 一旦有人对萧嫣进攻 那么这样的状态便会被中断 当然 周围的十万人 倒是都知晓 火帘之中盘坐的人可招惹不得 且不说 实觉妖言化作恶魔的模样在护法 还有白燕和不灭之火 更是虎视眈眈 房源十几里都无人敢前来靠近 这十万人倒是没有什么危险 只不过 最怕的就是 连萧嫣都感到有些打寒的身影 而这道身影 却是在悄然之间出现在了远处 伴随着他的出现 实觉妖言 白燕 以及不灭之火 三个火焰之心 几乎齐齐地看了过去 他们都瞬间感知到了远处的身影 毕竟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以萧嫣现在的实力 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至于身为火焰之心的他们 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 和主人实力 有着直接的关系 若萧嫣现在是不朽之境 那么身为火焰之心的他们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也是现在所无可比拟的 但无奈 萧嫣如今还是一个 元气海甚至没有过百万的小小斗神 体内的元气 何以支撑他们剧烈的消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